大家好,这一期我们要讲一下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怎么样的卖家能卖。 房地产市场不管是在顶部,在底部,一定都是有人在卖的,只不过是它在那个周期的不同阶段,它的卖家群,Dominate的卖家群不大一样。 但是一定是只要有交易就一定有有买家有卖家,那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买房子卖房子。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现在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到了这个cycle的尾部了, 然后它的下一次底部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能够预测。 那这个房地产行业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因为买卖房子都是涉及到家庭的最大投资, 那其实我们是主要是跟人打交道,然后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比较喜欢做这个行业, 因为我不喜欢对着电脑,以前我是做工程师的,我觉得我还比较喜欢跟人打交道,可以认识不同的人。 有的客户就是特别好,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不同的朋友,还蛮有意思的。 还有就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八卦,就是每一个房子的背后它都是有故事的, 买家卖家都有故事,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 我曾经遇到过就是说,那个买家有那个couple买房子买着买着可能就吵架了, 然后因为意见不一致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客人买房的时候我都一定要说他们的夫妻俩的意见一定要一致, 否则这个程序很难进行,而且有可能会导致有矛盾。 那房地产行业也是这样,因为弯曲的房子很贵嘛,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些大钱在里面滚动。 然后这个行业的,包括agent的经纪人,no office这些人, 其实当那个钱是比较大钱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个, 因为利益,你可以就是利益能看到一些人性的黑暗面和丑陋面。 那就是比如说有那个agent的资金护黑啊,或者是在背后搞坏的那种, 我觉得这种是房地产行业相对来讲比较ugly的一个方面吧。 那我觉得做这一行的话,大家就是每个人做自己的朋友圈的business, 其实没有必要去羡慕嫉妒别人,更加不要在背后去说别人坏话, 或者是去搞坏,因为我不觉得你通过就是这样的话能得到什么, 就是基本上是损能不利己吧,你还不如focus, 就是说看看人家这些厉害的人是怎么做的,吸收营养, 然后提高自己。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然后多跟正能量的人打交道, 正能量的载体能够让你变得更好, 不要就是说跟负能量或者烂人坏人离得太近。 那说的有点远了,我们现在说回来, 就是当下的房地产市场什么样的卖家在卖。 那最大的那个卖家群体呢,我目前来看啊, 就是这个点位会卖房的人,一个是可能他们是看跌这个市场的, 因为毕竟到了那个cycle的周期吧, 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 那我总结一下我所看到的原因,还蛮有意思的。 第一个就是去已经升级了自住房或者downgrade了他的自住房的人, 那什么样的人会去downgrade的自住房呢? 就是有一些老人他已经退休了, 他只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尽量简单, 他可能把他的独立屋卖掉了,搬去那个condo或者公寓, 因为这样自己对房子的maintenance就是会比较少。 那他们在升级或者降级自住房以后呢, 这个房子有可能是立马卖掉, 也有可能是出租出租个几年, 但是最好不要出租超过三年。 他去卖掉这个房子, 只要这个房子他过去五年曾经住过住满两年的话, 那他在卖房的时候, 那个房子的增值这个部分, 那个50万的免税额度, 他就是不用交税的。 你们想一下看湾区那么多高收入的家庭, 他们每年交税, 其实那个税率都是很高的, 可能如果你二三十万的家庭, 税率才20%或者30%, 但是当你的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可能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都交到接近50%了, 一半的收入又交给了IRS, 那你的所有的收入里面有多少项是可以免税的, 我觉得屈子可数, 这么大的免税机会, 我觉得能用就用嘛, 就是尤其是湾区的房子涨个50万, 经常就是很多房子都涨了50万, 尤其因为在过去十年, 他的那个房地产的牛市里面, 或者你这个房子扣度的比较长, 里面积累的equity一定是很容易到50万的, 那就是说我看到过的有些连builder, flipper他们都想用,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 都会想用这个办法去使用这个50万的免税额度, 他可以盖完房子, 然后在里面住两年再卖啊,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50万免税啊, 这50万你要赚到50万, 如果你是需要交税的收入, 你是要赚到100万, 最后收入才能到50万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的自住房当你搬离以后, 只要出租不超过三年, 或者是你搬进搬出累积下来, 在里面住的时间超过两年的话, 你就qualify, 那就是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的window, 那你可能就是要纠结, 你是一直后的传立你的下一代, 还是说要做103k exchange了, 所以呢, 当你搬离你的自住房子以后, 如果你再纠结要不要卖这个房子, 你可以来咨询一下, 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case, 就是说他们都想卖, 但是很多那个case, 实际上现在就是说有不少卖家, 都是这个最大的mojivation, 他们在卖房子, 那还有就是目前就是市场上不得不卖的, 当然不得不卖, 他可能他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卖的时间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年底房源比较少, 然后春天的时候房源会比较多, 所以但凡能等到春天卖房的人, 他都不想年底卖, 但是今年的年底房源比较少, 所以也很难讲了, 然后不得不卖的是哪几种情况的, 一种就是离婚的吧, 离婚就是付积分财产的, 我有碰到过不少这种case, 就是包括我帮客人去买房和我的邻居, 他们当年2013年或者左右买的房子, 买得不得比较好的第二个房子, 都有可能就是说是离婚急着卖的那种, 然后还有老人过世啊, 老人过世他如果是, 比如说我碰到过一个case, 特别有意思, 就是那个Seller, Seller他是一个老太太, 他的先生之前是个非常有passion的老地主, 就是他每天醒来干的事, 就是想着今天怎么把他手里的那七八个婆子房怎么整整, 带着他的contractor这里整整那里整整, 尽量整出更多的租金来, 然后突然他就生病了, 生病就走了, 走了他就把这个货质房都扔给, 就是说都留给那个太太对吧, 那老太太可能平时也不管这件事, 他觉得他根本没有办法撼到那么多租客, 一把就把那房子全部扔出来卖了, 然后我下单其中一个房子, 还记得还挺激烈的, 在Sonyville那边, 不过没有拿到, 没有拿到以后我就跟那个listing agent, 就是问他有没有别的房子, 他就把其他他打算卖, 但他没有上市的房子都告诉我, 然后我就把另外两个给买了, 这种是老人过世的, 还有一个case蛮好玩, 有一次我去Campo那边看房子, 那个listing agent跟我说, 他那一条街六个房子, 全部都是他在卖, 先后再上市, 这个也是老人他96岁走了, 然后他有四个儿子, 那四个儿子全部都是开发商, 那当年他这六栋房子, 全部都是他儿子用他的钱盖下的, 那现在儿子都长大了, 都有自己的家庭, 又有孙子, 所以他们就不想在共同持有这些财产, 那最好就是说谁也不听谁的, 谁都是一个个都比较强势, 他就是说就是大家把这个钱分了吧, 分了大家各过各的, 就这种情况下, 也是就是那房子就扔出来批量率卖的那种, 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买房的时候吧, 那个salad它的title上面, 那个后代的trust, 有的时候见过八个那个后代在分那个房子, 卖完了就分钱, 但这样大家都简化, 就不用大家搅和在一起管理这个房子了, 还有一种就是, 有见过那种老人, 他是卖房的时候, 是因为那个人老太太, 或者是老人实在太老了, 他老到根本就不想去保护这个房子, 他也不想去收租, 只想简化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会把那个房子卖掉, 而且尤其这种情况下, 你经常可以捡到比较便宜的房子, 因为他, 只要你不让他修理, 价格随便砍的那种感觉, 那种case我也碰到了, 而且经常他手里的两个房子, 我就全部都以低价的形式端下来了, 还有, 我有看到塞了突然海归的, 或者搬去外州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如果那个房子, 他不在乐点区, 然后在这个点位, 他觉得往上涨不大动了, 或者他的floor plan本身就是有硬伤的, 本身房子或者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他不那么招人喜欢, 不是大众风格的房子, 然后价位你出租的话呢, 每个月还要往你垫钱, 那就根本就没有那个继续hold的必要吧, 所以这种seller他也会就是搬走就直接卖了, 另外就是有那个seller去年有可能买的高位, 但是呢, 他们就说比如他是单身哦, 他刚刚买了自住房, 然后虽然占了个高岗吧, 但是他可能另外刚刚找到了, 找到了另外一半, 然后很快结婚, 结婚就要面临生死嘛, 然后之前他单身的时候买的房子, 根本不符合那个家庭的新的需求, 所以他也会把那个房子卖掉, 然后去买更好的, 就适合family做的房子, 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候着两个房子, 这种拖单的seller也是最近看了过几个case,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smart的投资客吧, 因为在这个点位吧, 往上的空间就几乎能看得见, 或者说其实顶部已经过了, 往下的空间肯定比往上的空间, 估计是要更大, 在短期的一两年内吧, 你们说这个time window下面, 那这些投资客, 他们如果有些区域的房子涨幅, 已经非常可观, 他就会想把那些, 不是那么再有上升潜力的, 或者短期或者短期来讲, 上升空间比较有限的房子, 他们可以把它卖, 卖了然后, 把那个profit滚到下一个投资房, 就是通过1031一个选择的方式, 换到一个平推到一个更有潜力, 而且更抗跌的区, 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做法, 就是一方面你可以保证, 就是说那个房子它还有可能往上涨, 而且它比较抗跌, 然后有的是有这种seller了, 所以他要把前面一个房子卖掉, 那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悲观的seller, 他可能不看好明年大选之后, 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导致的房市股市, 可能都会或者是封一下盘啊, 什么之类的, 那他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不管什么投资房自作房, 他可能都想出场观望一下, 拿着现金在那等机会, 这种投资客或者也是有的, 另外一个比较少见的就是flipper在卖房, 他们比如说年底进了房子, 然后春天的时候把它卖出去, 跑一下短跑赚点钱, 或者是有的flipper项目搞得比较大, 摊子弄得比较高大上, 然后出篮资金断链了, 然后资金链断了, 所以他就会这时候需要甩卖, 找那个卖家, 这种房子, 这种seller也是有了, 那基本上, 我可以总结的就这几种吧, 我想在顶部或者在底部, 他的卖家群体是会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是现在在卖房的那个seller, 你可以看看你的卖房的motivation, 是不是足够让你去卖房, 还是说你觉得你买的那个房子的, 他当年买的价格很低, 你想去继续holde他, 都可以讨论一下, 好的, 那个右边的二维码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大家关注, 然后可以点击like, share, 或者subscribe,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